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南央表示 希望父亲去世后 跟随其手 拥带领军人的文化 在中国也永远走入历史 只需追随自己心灵召唤 为了个人利益和尊严 为了自由自在的思想和表达 努力坚韧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李锐文革时期曾入狱 获平反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十二届中央委员等 他晚年主力 研究毛泽东的为人 处事风格和历史等 提倡民主宪政 被视为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 北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他是历史的亲历者 也是体制的批判者 张立凡李锐先生是中共体制内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 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毛泽东和中共体制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 同时他是一个体制的批判者 而且他的批判的深刻程度我觉得超过了其他人 李锐逝事后 李南央发表声明 表示 不参加组织部安排的追悼会 并希望组织部遵从李锐先生的遗言 不开追悼会 不进八宝山 不盖党旗 葫芦认为 李锐先生的敢言和求真务实在中共体制内实属罕见 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接着 葫芦与您说说中美贸易谈判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五向媒体表示 在他看来 于当天在北京结束的第六轮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他还重申 如若双方距离达成贸易协议不远 或将延长即将于3月2日到来的谈判大限 依照美国政府先前的决定 如若美中两国在谈判大限到来前 无法就达成贸易协议 取得共识 也并未同意延长谈判截止日期 美方将提高2000亿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税率 从10%升至25% 以此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双方之间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于周五落下帷幕 美国财政部长姆怒钦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不但与中方谈判牵头人 中国副总理刘鹤等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 他们还在周五双方正式的谈判结束后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双方并同意在下周于华盛顿 继续正不及和负不及的谈判 另就各方目前最关心的 美国是否会同意延长3月2日的谈判大限问题 特朗普再次重申了他于本周早些时候所提出的 如若双方能就美方指出的中美不公贸易关系和 中方盗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很快能达成协议 他愿意将谈判期限延长 葫芦认为90天谈判期限是有可能延长的 关键在于中方不太可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因为这触及了中共的政治体制 最后葫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国演员在百灵电影节被封影帝和影后 第69届柏林电影节于周六晚上 在百灵电影节宫举行了翻奖仪式 引来了许多激动的眼泪和动人场面 中国 德国和法国电影都大有斩获 电影节的两个最大奖项都被法语片捧走 第二大奖评审团大奖 英雄奖由法国民导弗朗索瓦 欧容指导的感谢上帝捧走 由德国 法国和以色列合拍的法语片 同一词获最佳影片金雄奖 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 英雄奖则全由中国人暴走 他们是王景春和永梅 在王小帅指导的影片 第九天长中扮演一对夫妻 一对令人心酸和同情的中国异胎制的牺牲者 同一部影片的男女主角 同时成为影帝和影后 这是少有的喜事 王景春喜笑颜开 永梅留下热泪 两人在领奖台上拥抱亲吻 以表达他们的喜悦和激动 第九天长虽然没有得到金雄 但受到多方好评 法兰克福汇报称它是一部杰出电影 一部实施 葫芦对此感到高兴 并相信一旦中国取消电影 意识形态审查制度 中国电影将会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此刻 我们今天葫芦就与您快乐 subjective CBS 咱